到達 九日齊山登高 九日齊山登高 前人九日 九月九日 即是重陽 到池州 即是安徽長江邊那個貴池縣 那個齊山 當時是唐武宗會昌五六年間 即是八四五八四六之間 杜牧在那裏做次事 他同一個詩人張滬是童遊 就寫這首詩 江咸秋影眼初飛 與客規戶相吹味 陳西蘭逢開口笑 菊花衰插滿頭龜 但將命頂酬佳節 他不用登臨恨樂廢 古往今來至於此 牛山何必獨占衣 他自我開解的 很通達的一首作品 雖然可惜杜牧到最後 五十歲左右都是屈屈而終 懷財不義 他其實是文武相傳 文韜武略孫子兵法 一個著名的研究者 他有很多著這個兵法的說話 很有見地的 不只是一個江南才子 那些著名的七絕 他們讀得多 重陽去到齊山的登高 他就寫一個景色 江咸秋影眼初飛 那個景色由高柱下望這個江水 空中一切的景色 包括剛剛飛來大眼的身影 都影在這個壁波之中 江水包含著秋天的景色 一直剛剛飛過來 同一個朋友 雨黑攜護 上翠眉 翠眉兩個字 代表秋天的山的景色 一種愉悅的感受 難得心情開朗 陳世難逢開口笑 日蓉的說話 人世間很多煩惱 很多惆惱 很多惆惱 很多忙碌 能夠無所牽掛地開口笑 都是難得的 我們珍惜這個時候 所以菊花衰插滿頭歸 一方面就好像勸朋友 一方面又勸自己 趁著這個佳節 喝多兩杯酒 慶至勃勃地 摺一些菊花下來 插在這裏 應節也好 招至吉祥 辟邪也好 總之菊花就需要插滿頭歸 所以不用管那麼多了 但張冥頂囚佳節 用個囚字 難得良臣佳節 最緊要是斟酒喝一下 借酒 在節日登臨的時候 喝一下酒 不用登臨恨樂輝 登山臨水是好的 什麼叫恨樂輝呢 就是等於這個李襄忍的名句 所謂夕陽無限好 指示近黃昏 不用登臨恨樂輝 太陽有落的時候 將來又會升上來 但張冥頂囚佳節好了 不需要因此遮探 愛惜 哎呀 夕陽又西夏了 既然是有朝陽這麼好 為什麼又有夕陽要消逝呢 不需要這樣 其實人生都是如此 生老病死 誠住壞空 一切要達官 古往今來就指如此 都是如此 牛山何必獨尖依呢 前人就是一個很著名的典故 現在就需要略為解一下 昔日齊景宮春秋的時候 有一次登上齊林芝的南面 一個叫牛山 曾經草木很暢偶 牛山作作 虎南這個大地忽然落淚 為什麼呢 感受河山 自己身為君主真是好 但是可惜人生是不免會結束 越是享受得好 越是衛高權重 越是不捨得放下 而又知道不得不放下 所以覺得 為什麼這件事我把握不了呢 為什麼有生是有死呢 當然 記載 跟著有位智者 有位很通達的 很簡潔地 長篇大論沒有用 就勸他 如果人間沒有死亡這件事 國軍也都不輪到你做 意思就是看通了 就是因為你為什麼做到一國之軍呢 就是因為他爸爸走了 他爸爸為什麼做了呢 因為他又是君主世襲 又是上一代又是 那就是說一切其實都是 看命運的安排 自然的安排 能夠這樣看通達呢 就真是隨遇而安 不必為此而哭 如果你做了國軍都不捨得 那其他的那些又如何呢 最重要是想通他 那這個原來的說話當然很委婉 但是一點就明白的 所以這裡就說了 古往今來都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昔日那個登上牛山 而自己哭起來那個 其實何必呢 牛山何必獨瞻衣 不必是這樣 棲策低回 人生最重要是難逢開口笑 有得開心 有得豁達 有好朋友走在一起 那就享受目前啦 這首是相當 共人的手通達的詩 江銜抽影眼初飛 與黑葵湖相吹味 陳西蘭逢開口笑 谷花碎插滿頭歸 但將命頂籌佳節 都不用登臨恨樂輝 古往今來至於此 牛山何必獨瞻衣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